曹操死后 为何虎吃虚楚 突然就销声匿迹了 东汉末年分三国 烽火连天不休 乱世当道 便也是群雄并起之时 而东汉末年的战乱 有一个人物争议颇大 他既求贤若渴 又说出了您叫我负天下人 莫叫天下人负我 这个矛盾的人物 出自三国演义 也出自历史上的三国时期 此人名为曹操 他的传言不少 除了上书的那句名言之外 还有他喜人妻这一说 但不管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从历史上的技术来看 曹操始终是一位枭雄 亦或是奸雄 而成就他如此地位 和他手下不少勇猛 而有忠诚的将士 脱不了干系 典维和许楚 三国时期两大猛将 据被曹操收归麾下 且都勇猛无双 忠诚无比 是曹操手下一等一的大将 除开典维战死之外 许楚在曹操死后 却也销声一计了 此中事情有何玄机呢 先说的典维 他乃是在许楚之前的一员大将 大多数人对他的了解 来自罗冠中先生的三国演义一书 而典维这个人物 也并不是虚构的 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其结局也是为了保护曹操而亡 典维此人是沉流已无人 天生就是个凶猛的 外形看起来也是十分魁梧 在认识曹操以前 他就干了一件大事 在众目魁魁之下杀了人 而后扬长而去 他杀的人叫李勇 典维跑到李勇府外 当他一出府 典维掏出一把匕首 就把人捅死了 顺带手还把人家的老婆给杀了 杀完人 也是一点不带荒的 还慢悠悠地走路 当时李勇家的旁边 就是急事 典维的刺杀 惊呆了众人 这典维这么凶残 谁也不敢跑上去问他 你为何无故杀人 难道你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一直等到典维都走出了 四五里的路程 才有人找他打抱不平 原来是李勇的朋友 看不下去了 这人也太嚣张了 青天白日的就杀人 还是在大家眼皮子底下 杀完人还不赶紧跑 实在是嚣张至极 然而 李勇的朋友终归 还是打不过典维 打了没多久 典维就脱身了 而这次的事情 可谓是凭空炸出一道雷 直接把典维的名声打响了 大家都知道了 有这么一号猛人 为后来被曹操收入麾下 也打下了基础 典维在贴身保护曹操之前 跟着夏侯敦四处征战 随后才被曹老板发觉 一直待在身边 为了不辜负曹老板的信任 也是为了曹老板的安全 典维几乎是白天黑夜的 围着曹老板转 晚上也不回自己的住处 直接就在大帐附近歇息 白天也会一直站在曹老板周围 不懈怠一丝一毫 可以说 典维真的是寸步不离了 而他的下场 也是为了保护曹操而死 建安两年 曹操打晚成 张秀本来已经投降于曹操了 但曹操这个时候 犯了点小毛病 他看上了一个女眷 恰好这位女眷就是张秀家的 曹操不顾人家的意愿 把女眷强要了过去 可这是被张秀知道 他立马就不爽了 听取了贾许的建议 突然就反了 曹操完全没料到 事态会演变成这样 只能先逃 而典维守住门外 张秀也没奈何 但时间一久 典维还是败给了人海战术 死前 他怒目而逝 根本就是 誓死如归 等到点尾死后 张秀的军队才赶上前查看 确认他已经死亡 把他的头颅割下来 互相传阅 后来消息传到曹操耳中 曹操痛哭流涕 向方设法 取回了点尾的尸首 葬在了湘意 之后 曹操每次经过湘意 都会祭奠一番 至此 点尾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徐楚便接过了 保护曹操的担子 一致兢兢业业 也是出了名的勇猛 和忠心不二 汉末 四处都是战火连连 徐楚的家乡也不例外 为了应对贼兵的入侵 徐楚带领乡亲们 奋力抗敌 打得周围的贼人 不敢随意入侵 保卫了家乡的安宁 建安两年 徐楚带着乡亲们 归顺了曹操 自此 两人开始有了交集 曹操讨伐张秀的时候 徐楚做先锋 死在徐楚手下的敌军 数以万计 曹操也对他刮目相看 认为他是个人才 但曹操生信多疑 这时的徐楚 还没有完全得到曹操的信任 真正让徐楚晋级 成为贴身护卫 还要从建安五年 那件事说起 那年 曹操跟袁绍在关渡对质 徐他等人 密谋要暗杀曹操 一直在寻找下手的机会 但徐楚往曹老板身边一站 他们也不敢下手 耐心等到徐楚离开了 徐他一看 这可是个好机会 立马就揣着一把利刃 请求面见曹操 而徐楚这边 回去之后 总觉得哪里不对 实在是放心不下曹操 于是又返回了 徐他满心期待 能够斩杀曹操 可一进账 只见偌大一个徐楚 也在账内 徐他一见这场景 怎么和预想中的不一样呢 徐他惊讶的神色 怎么藏都藏不住 徐楚见此人神色怪异 立马心生警觉 越想越不对劲 干脆就把人杀了 后来事情查明 曹操看徐楚 真是越看越喜欢 心里对他的信任 也是蹭蹭地上涨 从这事之后 两人几乎就形影不离了 简安是六年的时候 徐楚跟着曹操一起 征战同关 当时面临着渡河这一问题 为了确保大军顺利过去 曹操带着徐楚等人断后 大军还未拳过 马超却带着人追了上来 直接就给曹操来了个万箭齐发 那箭矢就像不要钱一样 密密麻麻地射了过来 一时间 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敌军也越来越多了 徐楚见敌军来势汹汹 立马决定 保着曹操上船渡河 徐楚把曹操扶上船 打算先送曹操走 但余下的士兵都明白 敌军人多势众 若是不赶紧过河 哪里还能留得一条命在 于是都纷纷往船上爬 可船也是有承重数量的呀 哪能经得住这么多人 疯狂往上爬呢 徐楚见船只超重了 心里明白再这样下去 船就要沉了 为了以名军纪 他直接动手 看那些攀爬的人 又举起马鞍来为曹操挡舰 就这样 在徐楚的保护下 曹操最终顺利渡河 之后 曹操和马超 含嘴单独谈话 只带了一个人就去了 马超见他如此 心中顿觉 这是个好时机 自己勇猛无双 这曹操只带一人 真是暗杀偷袭的绝佳机会 但是 马超平日里 也听说过不少关于徐楚的传闻 对其人不光是有好奇 也有几分敬畏 见到曹操如此大胆 就问道 曹公的虎猴在哪里 曹操听到马超的问话 就指了指旁边站着的人 马超寻着他的首饰看去 虚楚怒目视之 原来 曹操正是因为带了虚楚 这才敢只带一人 便来附会 马超见词 心中也掂量了一番 最终还是没敢动手 而虚楚 虎吃的名头 便是由此而起 虚楚的忠心和勇猛 举世皆知 而他也并非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曹芒匹夫 简安二十五年 也就是关于死亡的年 曹操回了洛阳 曹仁特意赶回来朝夜 在曹操寝宫外面等候 下桥碰到了虚楚 曹仁久闻虚楚威名 此时看到真人 想邀请虚楚去旁边的偏使聊聊天 曹仁的官职不低 还是宗室忠臣 就算 徐楚怎么厉害 也跃不过他头上去 按理说来 寻常人被这样邀请 心里一定费乐开花 但徐楚却拒绝了 徐楚说了一句 魏王快出来了 转身就走了 这一做法在曹仁看来 可真是太没面子了 直接把徐楚这人记恨上了 毕竟 曹仁论身份地位 哪样不比徐楚高 在他眼里 他可是御尊将贵 邀请徐楚 何曾这样受人轻视过 也有人问徐楚 你怎么敢的呀 人家什么身份 你什么身份 还敢给人家摆脸子 但对于徐楚来说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觉得自己效忠的对象就是曹操 曹仁就算身份地位都高 可按照职务划分来说 曹仁是外帆之将 但自己却是负责内部守备的 真要说话 就在外边说 拉他去没人的地方说话 这算怎么回事 不得不说 徐楚心里还是有自己的计较 头脑清晰 格局也大 曹老板后来也听说了这件事 十分赞上徐楚的做法 还给他升了官 但不久之后 曹操就去世了 徐楚还为此 痛哭不已 甚至吐出血来 曹操死后 徐楚的活跃度 大大降低 尤其是在三国演义里面 还给人一种消失的错觉 实际上 徐楚一直很受 曹操家族的信任 虽然曹操死了 但徐楚也并未因此被排挤 皇初元年 曹操称帝 还给徐楚升了官 封了个万岁亭侯 曹操还将自己的安危 交到了徐楚手中 让徐楚负责自己的警卫工作 这难道不算是信任吗 这难道还不算是重用吗 至于造成所谓的消失的错觉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战争变少了 以前 曹操老师带着徐楚四处征战 遇到危险的可能性 以及危险指数 都大大上升 所以护卫过程 也比较惊心动魄 容易被流传 而曹操死后 生活相对平静了不少 徐楚被曹操留在宫里 当贴身护卫 过而事迹便少了很多 但徐楚在曹家的地位可不一般 不仅曹操让他护卫自己的安全 在太和元年 曹操即位后 也十分喜爱徐楚 又进封徐楚为谋乡后 不仅如此 还爱乌及乌 挑了徐楚一个儿子 此封关内侯 由此可见 徐楚的恩赏不断 三国志 魏书 二里站稳 吕徐点二旁言 传第十八 有记载 徐楚死后 被追逝为传侯 曹操还念及徐楚的忠心 再度在他子孙中挑选两人 此封关内侯 历史上 对于点为和徐楚的评价不少 例如 徐楚 点为折冲左右 异翼汉之凡快也 思其中壮而易才 求之古人 张飞 徐楚等也 点为雄武壮烈 不再聊 处下诸如此类 数不胜数 可见 点为 徐楚确实实所罕见 实在是不得不羡慕曹操 能同时拥有这样两员大将 而徐楚的结局 也是献杀了许多武将 那是不得不许多武将 就算了解了 但是这次是不得不许多武将